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山东广播电视台文旅频道 与孔子博物馆联合推出 李月孔子2023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走进孔子博物馆融媒直播 在直播中 新社展览清代衍圣公服饰展 首次亮相 服饰专家为观众解读了 清代服饰的特点礼仪内涵 及其与明代服饰的传承关系 本次融媒直播活动 展现了孔子博物馆精品展览 文物保护修复 社交活动等儒家文化中的 李月之美 直播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旅频道 央视频 孔子博物馆抖音号等 二十余个网络平台同步播出 仅三个小时 全网观看人数超过910万人次